- 歡迎收看港南港,我是HeiSan - 哈囉,我是Mai - 今天我們有Yang Yang的故事是她家欠債 找男朋友幫忙還錢 男朋友不肯 電話中有Yang,Yang說家裡什麼事?欠多少錢? 欠債的數量都大,因為我家裏做餐廳 你知道這幾年都可以盡量幫多少 那就幫一下吧 - 可不可以開個數量來拚嗎? 你找她多少? - 十萬左右 - 這十萬對你男朋友來說是一件很輕易的事 - 儲了很久才有這十萬嗎? - 我覺得也不算是一個很大壓力的 - 如果在她或她家裏沒有特別的事發生的話 - 這些十萬都是可以給出來的 - 因為你是男朋友女朋友而一定要借給你 - 尤其是這是你的家人 - 我也答了一句 - 就是老套一句 - 給就人情不得到你 - 因為剛剛聽到Yang說 - 她那十萬元不是沒有的 - 但買了一輛車就有了 - 她有一輛車就 - 某程度上她都需要一輛車 - 是的 - 這是她的生活 - 你現在剝削了我的生活 - 去填補你家裏的一些東西 - 好像我們拍拖一樣 - 都八年了 - 我都會買東西給她家人 - 都是一些金錢上的付出 - 只不過是今次我家裏真的發生了 - 一個即時是需要錢的一個狀況 - 是 - 所以我就會問她直接拿錢的這件事 - 為什麼她不肯為我犧牲這些東西呢 - 雖然是錢 - 但其實也是一些付出 - 我就覺得 - 即是你都會是想 - 人家對方讓人家開心 - 所以你才會買的嘛 - 所以現在就不能去計算這件事 - 即是無論是 - 親情、友情和愛情 - 涉及到借錢這件事 - 就必有這一個 - 兩父子都沒有免費啊 - 即是他日 - 若然她有困難 - 她想問你拿回的時候 - 你會不會適合她 - 即是我不是判斷你 - 明天未必會知道嘛 - 我會的 - 因為問題是 - 你如果還沒找回這筆錢回來的時候 - 你還哪有能力去幫她 - 你想想一下 - 你短時間來 - 可不可以還給她 - 你說 - 其實你幾時還給她 - 她還是覺得太遲 - 你答應她 - 夏年還給她 - 她不虧了一些利息 - 其實她也有犧牲 - 如果你算到利息的話 - 那就已經是一個情侶的關係 - 只有Henky姐一個例子 - 對了 - 你剛才也說了 - 她可能因為借錢給你 - 她少了一輛車 - 其實少了一輛車這個方便 - 不可以用任何東西去代替 - 因為她可能很喜歡開車 - 那不是你 - 說一聲我愛你 - 或者家裡請你吃餐飯 - 就可以填補到 - 其實她一定有犧牲 - 明白我的意思嗎 - 老實說 -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 - 我應該幾不會借給你 - 因為你的金額相對來說很大 - 那我借完給你之後 - 你老實說 - 我跟你還沒結婚 - 有一天我們可能會分手 - 即是你當我很功利地說 - 分手你還不還錢給我都成問題 - 我剛才聽到 - 我不知道是我聽錯 - 還是你用錯之間 - 我聽到你還問她拿 - 唉 - 借還是拿 - 實際都差很遠效 - 是啊 - 借了 - 借了 - 借了 -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幾何可以還得到 - 我一定會分手 - 我就覺得 - 未來都應該會一策 - 反而在這個位置上 - 令我想 - 這個男人好像 - 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- 她是不會幫的 - 其實有時候借錢 - 不是說一個人借給你 - 你想一下這個男生也有父母 - 斷估他相親還在 - 他爸爸媽媽 - 又是不是支持我兒子 - 借錢給女朋友的家 - 這麼意會 - 假設我是你男朋友 - 我已經有這個疑惑 - 有這個疑惑 - 如果我是 - 如果我是爸爸媽媽 - 我兒子有這樣的事 - 我應該挺肯定我會停止他 - 如果你有事 - 可能你的親戚 - 即是說你們有血緣關係 - 他們都未必會出義援手的時候 - 其實我們不能夠太過去寄望 - 別人會有其他人幫我們 - 但這不是完全是男朋友的責任 - 要他去承擔 - 男朋友如果不願意承擔 - 或者他承擔不你 - 只可以說 - 這個不是一個方法 - 而不是責怪他們是否同意 - 我現在也不知道 - 要一些時間消化一下 - 平心靜心想想 - 過去這八年 - 他有多可以跟你計算計算錢 - 如果沒有的時候 - 我覺得他這次不是真的太過去 - 即是不是他淪息錢 - 而是他也在想 - 若然我拿了10萬元 - 我買了一輛車 - 我幫了你一次 - 但還是搞不定 - 是呀 - 我不知道還沒有下次 - 我沒有東西可以賣了 - 可能 - 你也要贊助他的立場 - 是呀 - 臨收市之前 - 我也想跟你說一聲 - 如果 - 如果你真的因為這10萬元 - 不願意借給他 - 而是覺得他不疼你 - 要分手 - 其實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- 這是你的需求 - 這是你要求的東西 - 我男朋友是要無私地為我家人的犧牲 - 如果你真的要有這樣的需求 - 他不能達到你的目標 - 而你要提出分手的話 -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- 阿Yen - 解決了你的問題 - 不行 - 不行 - 是呀 - 多謝你阿Yen的電話 - 謝謝 - 是呀 - 我剛才說的 - 沒問題你幾時還 - 人家都是覺得你欠他 - 你還完之後你還欠他人情 - 除非你當我們小康之家 - 幾百萬元開頭你問我借10多萬元 - 是呀 - 可能我很快賺回這10多萬元 - 我甚至都覺得不重要 - 幫到你就可以了 - 但是 - 若然大家的經濟狀況都不太充裕的時候 - 而有時我幫助你一次 - 可能對我來說 - 我是有些壓力 - 我沒有說很大壓力 - 但有些壓力就是有些壓力 - 是呀 - 好像剛才Henky所說 - 男生都有父母的時候 - 其實他都要留一手他的父母 - 是呀 - 如果我沒有這筆錢 - 我父母將來有危險的時候 - 我沒有東西可以買 - 誰借錢給我 - 我沒有第二個女朋友可以借錢給我 - 是呀 - 多謝Yen的故事 - 大家對 - 借錢給對方家人 - 大家有怎樣看 - 什麼關係都可以的 - 總之是借錢給對方家人 - 去處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- 是呀 沒錯 -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- 大家有怎樣看 - 你借還是不借呢 - 還是還得到你就會借 - 還得到你就會借 - 是呀 - LIKE這影片分享 - 所有給你都會有金錢掛局的人 - 是呀 - 沒錯 - 接著就是訂閱我們 - 和按鈴鐺 - 按鈴鐺 - 我們下集再見 -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